我們學到的第一件事是 如果我們把神經網路也拿來做預測性模型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黑箱 資料進去,然後答案出來 不管你是要預測類別,或者是要預測數值 所以它跟其他的機器學習方法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它能夠去偵測到資料點之間 存在於資料點之間的結構 是嗎? 對嘛,意思是說 我說機器學習方法事實上它 有一些神經網路做得到 其他機器學習方法很難做到 事實上是存在那些像 像我們做圖像辨識也好 我們做語音辨識,做文字處理 它有這些能力 那這些能力基本上講它事實上是 從 它不是在看一點一點的資料 它是在看資料點之間的一些樣態 是嗎? 在 在這個程度上它是比較好的 是嗎? 所以 基本上有兩類東西 一類東西其實就是存在十空間裡面 我們說有一個工具叫Tensor4 Tensor事實上就是一個高維度的矩陣 當你的資料是一個高維度的矩陣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如果說你是一個卡風影片 所以卡風影片不當你有XY軸 然後有三個Layer還有時間 對不對 是嗎? 所以你就會變成一個5D的Tensor 來 是嗎? 那你如果是真正存在於我們這種立體的 3D的空間加時間的 然後再加上Sample 你就會有6D的Tensor 是嗎? 那 我們的世界其實是一個 對吧 4D 加上Sample Size 這樣的一個 因為我們的世界事實上是 本身就是一個多維度的 不存在 不存在 對吧 所以當我們要做模型的時候 當我們現在進入IoT的時代 當我們取得資料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麼這些資料裡面就會存在這些十空間之類的結構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你要知道這些 存在於這些資料點之間的Pattern 代表的訊息 那就是要用到 神經網路了 這樣了解嗎? 我們學校目前維持它是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 我們看到說處理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用不一樣形狀的網路 是嗎? 如果每一個Layer我都要自己去design說 哇,抓到要換多少啊 然後那個形狀要用怎樣 像做那個CNN你就都要孵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 RNN的話 更會孵出來 是不是這樣? 所以 好在好在 好在有好心人已經幫我們做好了很多Pattern的網路 是不是這樣? 我說 做CNN沒有那個人自己在那邊一層一層家的 那你也無細疑 對啊 你就是用人家那個 現在說實話 你就要用心找 什麼東西都有 有那種Pattern的模型是在做汽車的 有那種Pattern的模型是在做 小鳥的 有那個Pattern的模型是在做動物的 有那個Pattern的模型是在做 室內設計的 都有你知道嗎 所以 你找一下然後原則上 尤其是我們商科的人 基本上就是利用人家的Pattern的模型 所以 As long as 這些Pattern經過這個模型之後 每一張圖片它就會變成若干的欄位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嗎 像是 我們用那個 VG16 它好像是512 是不是 對吧 有若干的欄位 然後 基本上你把這些 欄位 跟其他的metadata 加在一起 然後原則就是用我們一般機器學習的方法下去 Train它 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 我們學習神經網路這件事 其實通常不是為了自己要去建那些神經網路 而是要知道 這個工具的工作原理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使用 好比說怎麼樣使用Pattern的工具來幫我們 做 那個動作叫 Feature Extraction 對不對 或者叫Transfer Learning 意思是說我們把 我們用一個Pretrain好的網路 的神經網路 這邊位進去一個多媒體資料 那這邊就會出來若干一個欄位 對不對 所以你有每一張照片你就這樣處理 是吧 所以這個的話基本上是我們現在在商學院裡面使用神經網路比較重要的方式 這樣 對吧 那各位 各位有沒有想到說 剛剛那種Pretrain的網路 基本上都是在CNN裡面 對不對 是嗎 那在RNN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Pretrain的網路 對不對 我們在學文字處理的時候有學過一種Pretrain的網路 Pretrain的模型應該要這樣講 對吧 文字的Pretrain模型 那個模型叫做 就你講的那個 講大聲就怎樣 像Glovy啊 像Word2Vac啊 是嗎 那種模型基本上是Pretrain的文字模型 那模型是怎麼做出來的呀 他把整個 大英的 那個圖書館裡面的資料啊 把整份Wikipedia啊 把網路上爬得到的所有的文章啊 都拿去Train 對不對 Train完了之後 每一個字 會變成一個 向量 是嗎 像Glovy 他就是一個512的向量 然後 我們說一個字嘛 然後他變成一個 長度是512的向量 意思就是說我把他投射到一個語意空間裡面去 對不對 是吧 每一個字投射到那邊去 但是這個Pretrain的模型 我們拿來用的時候 他感覺起來就沒有辦法像 像我們用CNN怎麼方便 今天你們就看到 剛剛 雅如的 幾個 幾個Example裡面 你都看到我們用了Invent 對不對 是嗎 Invent 並沒有解決掉Sequence的問題 你看到了嗎 對不對 Invent 它現在是把每一個字 變成一個向量 如果有一句話是500個字 是嗎 他就是 500個向量 來 來 所以那個Pretrain的Word Inventing的模型 其實並不是Language Model 它是 Symbol Model Symbol 就是說 說 符號 這個語言裡面的符號 它有一個很字面的問題 講字面就是說 還蠻糟的 就是 給一個字 它就是只有一個向量 意思是說它會認為那個字不管出現在哪裡都是那個意義 都是那個意思 但是事實上並不是 對嗎 到目前為止 就是到寫這一本書的時代 2018年那個時代 那 我們能用的 sequence 尤其在語言處理上面的sequence 的那個Pretrain的模型 就像Globy 像 Word Inventing 但是那個東西裡面是沒有考慮到 字的 前後文 它就是一個字就是一個字 來 那個字不管出現在哪裡 它那個Vector 都是一樣 是嗎 對吧 然後到2018年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大的jump 基本上它們要做一個Pretrain模型 原理上是這樣 但是我要讓 這裡有一個 卡通影片 我們把它放一下 不是卡通影片 是 是 講到這裡的話我們來講一下我們下個禮拜要做的事情 好不好 我意思是說 我們做到這裡來我說我們已經基本上把 使用神經網路做預測性模型講完 那 原理上我們還有兩件東西要處理 第一個東西是 文字分析這件事 這本書裡面講的已經過時了 我們有新的方法 這是下禮拜我想要帶大家看過的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把 文字分析這件事 使用神經網路使用人工智慧模型做文字分析這件事 把各位帶到2020年來 不要讓大家卡在2018年 因為那個以前其實是另外一個時代 好不好 這個關鍵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件事 已經開始有Pretrain的 語言模型 這種語言模型他會像這樣 我先把這些不要的關掉 我要這樣好像 我要這樣 好嗎 我不敢 blush嗎 用廠文字分析 本書文字分析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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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